我们在家里面根本就打不出去电话 外面的也打不进来 这次我们在泽石登村采用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使用RRN的无线回程技术 叶子站建在泽石登村的山顶 接收宿主站的无线信号作为回船 从而覆盖了整个村子和通往县城的公墓 开通以后站点的下行速率达到了27兆 上行速率达到了5兆 现在村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 流畅地跟外地打工的亲人们视频聊天 村子里的一些特色旅游资源 也可以通过四季的网络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游客们在这里拍了照片和视频 也可以快速地传到自己的网络圈 以前嘛都是冲歌者都要爬到楼梯上去 都费力 现在一多故事来了 我们躺在家里面都能上网 都能网QQ微信啊 还有微博啊 这些都能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